全红缠38天好取三斤 恩师采访情商高 陈玉希教练一句话指出缺点 大家好 这里是正说体育 说起今年最最惹人注目的运动员 那肯定就是跳水小将全红缠了 全红缠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中 三个满分成功夺冠 一举成名 也是让大家记住了这个14岁的跳水天才 全红缠在结束东京奥运会后 立马奔赴全运会 而全红缠为了能在全运会中 有一个出色的表现 更是在隔离期后 连家都没有回 直接奔赴训练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全红缠在全运会中的表现 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 全红缠在团体赛中 虽然出现了失误 但是全红缠最终力挽狂澜 成功拿到全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全红缠就像一片树叶 掉进了水里面 太轻巧了 10分 9.5 9.5 10分 9.5 9.5 10分 2分 而在决赛中 可以明显看出 全红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全红缠在前三跳中 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全红缠拿不了冠军的时候 全红缠在第四跳中成功逆转 连赢20分 最终拿到了决赛的胜利 再次未免冠军 光顾海夜景 624分 漂亮 哇 已经知道有爆出10分了 看看有几个 这10分有没有可能留在 有效分里面 有效分是三个中间分 很棒啊 留下了一个10分 总共现场裁判 有给出了三个10分 留了一轮结束之后 反超陈玉希现在领先了不到一分 而在全红缠比赛结束后 他的教练和威仪罕见地露出了笑容 在后期的采访中 和威仪虽然非常开心 全红缠能拿到冠军 但是在采访中 净显高情商 因为他小 好的东西都还没 就说接触过 我们希望后面呢 他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能为国争光 他今后的陆海长 要好好学习 向大家汇报 他调水上面的成绩 谢谢 但是 陈玉希的教练 却是给了大家当头一棒 他指出全红缠目前的缺点 那就是他虽然10米跳台能取胜 但是三米板 他现在却跳不了 首先是因为 三米板非常容易发生失误 一旦失误就要面临拿零分 而全红缠如今才14岁 想要挑战三米板实在太早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三米板具有弹性 运动员必须达到一定的体重 才能控制 而全红缠实在太轻了 他现在的精力 应该全部放到10米跳台中 像你知道全红缠去跳跳板 他跳不来的 板的比赛 特别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跳板难呢 走板有很难 对 走板 他一走板走不好就飞出去了 对 全红缠去跳跳板 他跳不来的 硬硬的 他不会跳 压不住对吗 他没有这个力度 我们有这个力量去压这个板